老花姨每日一答回答一下厨宝们的想法问题 第一厨宝说 哥我昨天全部换了土 茉莉根之前黄泥我都给去掉了 这种状态该怎么办 这个状态没什么事啊 这不很正常吗 你咱们不修剪 为什么你 为什么你们总是学东西只学一半的 你洗根换土行 你可以晒太阳吗 可以避免强光的暴晒 第二个点你得修剪 你根部受损了 你上面不剪 对吧 就像你要收入变少了 但是你的花销没剪 时间长了你不负贷吗 植物一负贷它就咳屁啊 下面这个柠檬 这个叶子是什么病你问我 这缺肥了 然后有点殴根啊 因为开花时期需要消耗大量的养分啊 你现在它是殴根的一个状态 浇水控制一下 干了再浇不干不浇 下个做法说麻烦看看这咋的了 天堂鸟吗 又不能不晒 你晒它干啥 天堂鸟不喜欢强光暴晒 再一个哈 天堂鸟这个呢 我带大家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天堂鸟来的时候呢 叶子特别多都被我剪掉了 你没有办法 它这个原来的这个老叶子呢 是在它那个环境湿度很大 空气很哇塞 你知道在我们这个 我这个是放到花店里面一段时间 然后呢 这种老叶子它就干就裂 这个没办法 这种老叶子都活不成 都被剪掉 它会长新叶子 在你那个环境长出来的新叶子 就是你的了 还有一盆也是相同的道理 你可以看这个 对吧 这个不也相同的道理吗 能看出来吗 道理是相通的 也是相同的 该剪的剪 还有像桂贝竹这种 你看 桂贝竹也剪了 这个 长出来的 在这一个盆里边留一两个叶子 就长得会很大 很哇塞 看到没 这里边又留了两 对了 给大家分享一下 桂贝竹还会结种子 像玉米的那个棒串一样 看下边这里 看到没 这是它结的种子 悬着点 然后呢 刚才给大家讲的那个呢 它不是天堂鸟 那个叫尼古拉斯 浩旺兰 天堂鸟的叶子 这种窄 在我们去年卖剩下的一个 下个周末说 看一下我的赤字花 咋回事 快死了 可不快死了嘛 你浇的水太多了 然后呢 哎 水大啊 闷根 你这样养不了赤字花 你要真想养赤字花 我给你讲真心的 你这个土先改改 先改改这个土的这个臭毛病 这个土极度的积水闷根 而且呢碱性也高 你还给旁边种上个酒栏 酒菜栏 你想想它营养够吗 赤字花本身是洗阳光 洗阳光才洗水洗肥 你光照我都不知道怎么样 现在啊估计强不了 强的话那个 酒菜篮藻枣就晒坏了 缺光水大 积水闷根 你啥时候想明白用沙子 啥时候想明白给足光照 啥时候明白给足肥料 别缺了水 你啥时候就想明白了 铁线梁为什么发芽了 它长这么长 根部木质化了 它就是本来就根部就木质化 你看这个铁线梁不一个道理吗 看到没 下面都是木质化的 这很正常 夏克特宝说我养的方材树 为啥只往高涨 把头剪下来还往高涨 它不往高涨 往哪涨 你剪的时候你 它本来就不是层次感的一个东西 它就像一个伞一样的那种形状 它不是层次感 又不是你养云竹养文竹这些个 有层次感 养松树 棚井 它发财树本身就这样 好多的话 喜欢养发财树 因为这个名字 并不是说你养了发财树就能发财 好吧 你该剪的剪 长得不挺好的吗 太长了 剪短不就行了 本来就不层次感的 夏克特宝说老花一 长树花换土用自吸水盆 给鉴定一下问题 缺肥啊 这就是缺肥啊 它开花的时候 你一点肥料不用 喷头里面还是略微有点干 只是它吸水 有点吸不上去的感觉 你这个虚化的太严重了 我看不好 反正可以确定的一点 是缺肥了 很多的话 我觉得典型的 又想马而跑 又想马而不吃草 好了 今天养问题就到这了 觉得不得今天点个赞 其他养问题呢 视频要留言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长一 下期再见 不见不散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